尊敬的主义统修 主义护法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呢 借这个新的一年 我们就开始 来跟大家 洗讲 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 希望大家 万言放下 把我们的心放在学习上 这样才能够会有成就 那为什么要为大家呢 来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道场 非学不可 为什么非学不可呢 下面会跟大家慢慢来洗脚 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宣讲这一部地藏经啊 先从第一品 我们来开始 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它总共有13品 每一品呢 都有代表 都有菩萨来代表情法 第一品是文殊设立菩萨来情法的 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二品是地藏王菩萨 第三品是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 第四品是普贤菩萨 第五品呢 然后呢 第六品才有普皇菩萨 到最后13品 都有各一的行法不一样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第一品 就是道立天空神通品第一 这个是文殊设立菩萨 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世尊啊 地藏王菩萨过去 做何行立何运 而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 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为什么今天地藏王菩萨 成就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 是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文殊设立菩萨 代替我们来问释迦牟尼佛 请释迦牟尼佛来问我们开始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希望大家好好来听 好好来学习 对我们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特别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它不是一般的经典 它不是一般的经典 那在这个洗衣讲当中 分为三个阶段 先把地藏菩萨的纲领 为大家简单介绍 然后第二讲呢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经体的由来 是怎么来的 第三才为大家简单重要性说明第一品的内容 因为这个新的一年嘛 我们必须给大家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非学不可 过去呢 我们师父上人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师父上人常常劝导我们法师 特别是讲经的法师 无论你在国内国外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道场 你首先必须要先讲的 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个是我们师父上人交代的 特别是那些先进的道场 或者刚刚建立的 或者还没建立之前 像我们西奥 我们西奥博士静中学位 其实刚刚建立的 所以为什么要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原因会为大家来说明 然后地藏经讲完了 首先我们再来讲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主要性都是要劝大家 深信净土念佛发愿求成净土 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 跟五量寿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那我们今天 那我们今天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你要建道场 你要建道场你要有徒弟吗 你没有徒弟你怎么建道场呢 你要建设你没有徒弟你怎么能够建设呢 今天你能够聚会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念佛 你能够聚会在一个地方能过来听经文法 靠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设备嘛 就是徒弟嘛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土地是代表什么 代表新地呀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新地是修道的根据 什么叫做新地 简单来讲 新地法门是指的就是孝道法门 我们一定要知道 新地所讲的是讲你的孝道 什么叫做孝道 慢慢会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要依据孝道法门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你们念佛念了几十年 你们这一段时间念了佛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内心 那个菩提心发不出来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我们念佛 天天念佛 你的为什么你的那个菩提心 没办法显出来 什么原因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菩提心没有 你怎么念佛 是不会得到清净心的 心不清净 你念佛怎么用功 你不能往生西方界的世界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五量塑精 整个五量塑精的纲领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发现往生西方净土 你要发菩提心一向转眼 那为什么我们的菩提心发不出来呢 因为你的孝道没有啊 孝道没有 你怎么能够有菩提心呢 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孝道不仅仅是讲对父母的孝顺 而且这个孝道的内容的意思很广的 下面会跟我们慢慢来说明 所以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邱老师先给大家看第一章 为这些纲领很重要 大家要好好来学习 对你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人生无常 你们要知道 生命无常 今天能够闻到佛法 是你的福报 所以好好珍惜 所以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我们修学佛法 特别是大成佛法 的一切的基础 你要记得这一件 我们净土中是不是属于大成佛法 对啊 也不例外啊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是一切法门的新地法门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啊 为什么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呢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下面的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如果今天我们不懂新地法门 这个新地法门 刚才讲的就是孝道法门 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孝道法门 我们不知从根本 来修取的话呢 主师大德告诉我们 你到最后绝对一无所成的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要记得不要浪费时间 生命很珍贵的 无论今天你怎么念佛 你怎么用功怎么精进的 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不是靠你今天念了多少生 经送了多少本 无论你怎么样的用功 发奋用功精进勇猛 你只是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还在六道轮回 无论你怎么用功 为什么呢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语言而已 修点福报 那为什么呢 没有根嘛 你想一想 学佛的人 如果连根都没有 你会成就吗 不可能的 无论你修学什么样的法门 你不会有成就的 这个根就是刚才讲的孝敬的根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为什么这么动乱 把根本没有了 丢掉了 所以感召了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大臣佛法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你看我们到中国 大家有没有到中国去 有的先举手 没有的话 以后要准备赶快去 如果没钱 慢慢 从今天开始慢慢 每个月500块 每个月300块 如果没有的话 就跟我们的博士金钟节 的总干事 跟他借一下 没关系 他有的是钱 你看我们中国 大臣佛法 常常以四大菩萨来代表 你看中国有四大名山 第一个名山叫什么 就九华山 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 你看这四大菩萨排第一是什么 这地藏王菩萨 代表什么 孝敬 观世间菩萨排第二代表慈悲 第三 文书自立菩萨代表第三 智慧 然后第四 普贤菩萨代表什么 虚见 你想一想 从这四大菩萨 你想 地藏菩萨为什么排在第一 你没有孝敬 你没有孝敬 你的慈悲心怎么能够发出来 你的孝敬的心没有 你那个智慧是没办法显出来的 你没有孝敬 你怎么能够天话老实真干呢 你是没办法依照奉行的 所以它是排在第一的原因 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今天的佛法为什么会衰微 为什么会衰落 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学佛 为什么不像祖师大德那样的成就 为什么今天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为什么今天学习佛法的人多 成就的人少 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哪里 我们看下面 没有根嘛 刚才讲的根就是讲的孝道 孝敬心都没有了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们学佛用 没有孝敬的心 这种心态来学佛 那不是学佛了 那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消遣 这个叫做玩弄佛法 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边 念佛念得不错 他真的在学习佛法吗 不一定 你不要以为你读了一部经 你就是真正在用功学佛 也不一定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学佛呢 佛告诉我们 你只是修一点有弱的福报 什么叫做有弱的福报 你的福报 都是在六道 你没办法超越六道的 而且这个福报几乎都是在哪里 在畜生道 恶鬼道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观五量受佛经很重要 佛告诉我们 首先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要把修业 把这个 这个建业三福 你要把它做到 而且建业三福 第一福 你必须把它做到 第一福是什么呢 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持经不杀 修使三业 大家会不会念 会不会念呢 会啊 师父 我会念的 做得到吗 从这个第一福 你就看到一目了然的马 维迪西夫人 遇到了释迦牟尼佛 看到了释迦牟尼佛 给他看了十方一切诸佛古堂 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欢喜 很想往到西方极乐世界 问释迦牟尼佛 我要怎么达到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告诉伟迪西夫人 你要把建业三福做好 特别是第一福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第一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能够做到的 你才会有做人的资格 你能够把第一福修了 真正做到了 人天福报 你能够享受 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 不要说成佛 不要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你说呢 你想要得人生 生在富贵之家 好得之家 很好的环境 你没有把第一福 所修的善都是假的 所以你要行善 在佛法里面 你要修善 善有标准的 而且最低的标准 就是建业三福 特别是第一福 如果连第一福都 你做不到了 你所修的福报 都在哪里讲说 恶鬼道 在畜生道讲说的 不是在人天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道理的 你不要以为 我今天我不失 将来会得到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要知道的 你要行善 孝养父母 奉事施展 持心不杀 修士善与 就是佛法的标准 那今天我们 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都看一下 为什么做不到 没有把事理了解 没有把它真正了解 透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尊敬的 最统修大德 我真的 非常珍惜 我们这段的姻缘 跟大家聚会 学习佛法 但是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像过去 我有遇到一个人 我说师父 念佛就好了 还必要 还需要读地藏经 还需要学地藏经 你们认为他想的法 对还是不对呢 你说呢 你们认为 师父 我今天念佛就好了 哪有需要读地藏经 或者学地藏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也不能说他不对 但是对佛法没有真正的了解 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学佛呢 我告诉你们 像这样的人 怎么用功也不能成就 什么样的念佛 他不会往生西方进入的 分别性太重了 还有很多人认为 地藏经是没有高明之处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不了都是在讲什么 都在讲人天善恶因果 除此之外 好像都没用 具体来讲 成佛的方法之道 也没有 很多人这样认为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一部 地藏菩萨本月经 就轻慢来看待 认为 这不过是一部 劝善的经典 这个又把地藏经看清了 大家有没有去看到 地藏菩萨本月经从第一遍到第十三遍 佛是对谁讲的 你知道地藏菩萨本月经 这一部经的度像 它的对象是谁呢 它的对象是法身大士菩萨 法身大士的身份是大菩萨 那个不是一般的菩萨 我们今天不要说跟那个法身大士相比 连小城出国我们都比不上 小城出国的境界是什么 八十八便 见死烦恼已经断建 我们有没有 不要说八十八便 连小小的忍辱 我们都做不到 你看我们念佛 连清经小小的忍辱 你都没有耐心 你那个跟法身大士相比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轻视 不能把地藏菩萨本月经 看得很轻视的 因为它的度的对象 都是法身大士的 是不是一般的菩萨 大菩萨 所以尊敬的追求教道的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这一步行的重要性 你看 你看 大家先留意一下 看一下 你看 我们看下面的 你看释迦牟尼佛 在要讲这一步经的时候 你看 经文一开端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这个非常重要的 你看 经文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 要讲这一步经之前 就是说 还没讲这一步经 十方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如来 全部已经都在 聚在道理天空了 全部 一尊佛都不落掉 释迦牟尼佛还没讲 还没讲之前 这些十方的一些诸佛如来 都已经聚在道理天空了 更具体来讲 连世界 东方世界如来 要是如来 西方极的世界的阿弥陀佛 也不例外 必然也参与这个大会 阿弥陀佛都来了 连药师佛阿弥陀佛都来了 你说 这一步经重不重要 所以 从这个地方你去看一下 你整部大藏经 你去开一开 你去看一看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49年 有没有像地藏菩萨 汇远经这样的书生 找不到 看不到的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在整部大藏经里去看一看 你不会看得到 像这样的书胜的 无比书胜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你就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还没开始讲这一部地藏经 一切诸佛如来 通通都到齐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法门 说明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一切诸佛共同重视的经典 你要记得 是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参与的经典 无论将来 米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成佛 讲这一部经的时候 也不例外 而且释迦牟尼佛把这一部经讲圆满 大家有没有去注意 最后的一品 一切诸佛如来 中途都没有退场 都没有离开 有一些菩萨中间才来 但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的奖金都来了 这个法会圆满 你看下面的 看下面的 一切诸佛如来 从来都不离开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不是来做一个样子而已 从头到尾 全程参与 释迦牟尼佛一般讲经 讲完 结束 大家都散会了 各走各回的 但是讲这一部地藏经 讲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没有离开 还在道立天 你想一想 你要去哪里看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 那今天我们要不要成佛 要不要 要不要呢 那如果要想要成佛 那从头到尾也好好听 不能缺陷 今天听课 下个星期放讲 等一下又来听课 又放讲 拖拦懈怠怠这样 从头到尾也好好听 而且大家有没有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们有读地藏经的人 也没有大家 有些留意 这一部经又为我们启示 启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你就明白了 凡是有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方 像我们今天在宣讲这部经 比如说你在家里在读这部地藏经 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无论你在哪里 在一切处一切实 只要你在讲这部地藏经 你在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一定要相信 相信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加持 没有一尊佛都不加持你的 你想一想 你那个功德有多大呀 你看哦 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来加持 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这么大 消业障消得这么快 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显出 佛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殊胜的地方 跟与众不同的一副场景 你想一想 所以为什么我印尼的道场 鼓励大家有空 无论你没有时间 你一天能够读一品 一品就好了 你那个功德很大 一天一品 明天一品 所以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我们看下面 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佛一生讲经说法的根本法门 就是一切诸佛都是依这个法门修行的 你看哦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依这个法门修行的 包括阿弥陀佛也不例外 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笑到到最后修圆满 也不过是这个法门打到极致而已 那今天有人问我 师父 那今天是不是非学不可 那是不是今天 武量寿经我不读了 阿弥陀经不读了 佛号也不念了 放一边 然后回头过来 来学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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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你就知道了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代表的就是心地法门 再说的 直接一点 心地法门讲的就是孝道法门 我们一定要知道尊敬的 一切诸佛如来都是因孝心而发愿度众生开始修行的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 修行成果都是因孝心而开始的 从孝心而生的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是从孝心而生的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阿弥陀佛为什么放弃他的王位 然后出家修行最后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而供养给十方一切诸佛一切的众生 没有别的尽孝道而已 就是把这个孝心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把这个孝心圆满落实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刚才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 法会结束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还在这个道立天 做什么 谈孝道啊 谈什么孝道呢 一切十方诸佛如来成佛方法可能不一样 方法可以不一样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孝敬一切众生 今天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孝道 把事实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 今天你念佛的成就很快就成就了 而且今天你念佛的成就不是跟一般人 而且你所念佛所得到的都是伐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念佛不是为自己 我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我是为一切众生而念 我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 我要去成佛啊将来成佛要度外一切众生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念佛还会起烦恼吗 你念佛还会跟人家计较吗 你还会跟人家讨厌吗 还会跟人家计辩吗 因为孝道就是代表什么 一切众生嘛 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 你伤害众生等于伤害自己 你怎么能够伤害众生 你怎么能够有嫉妒 你怎么能够会批评 怎么能够发脾气 怎么能够计较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会念佛跟不会念佛的 常会在哪里 尊敬的追统修大德 你想一想你们自己 你今天念佛烦恼有没有减轻 有没有 说实在的 一点没有都没有 念佛归念佛烦恼归烦恼 是不是 你们敢举手吗 你看你们念佛一天 烦恼没有减轻 智慧有没有增长 有没有 你没有把这个孝道的事实正向 搞清楚 如果今天你能够搞清楚 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那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为一切众生而念的 那个心态不一样 你那个精神不会懈怠 不会懒散 你那个保持那种精神 因为我今天所念的 所做的 都是为一切众生 不是为自己而已 所以过去我们净土中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因为时间很短 如果大家感觉累 可以放腿 这个真的不容易 今天如果我在他面前 坐的椅子多好 我知道大家身在这个地方 心不知在哪 会想到哪里去 那么祖师大的 第八代祖师 莲齿大师 第九代 欧依大师 近代的祖师 印光大师 你看 他们都是 不是一般的 他们都是再来的 大菩萨再来的 对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生都是不予以利的 在提倡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祖师大的 一直在不予以利的提倡呢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为什么听不进去 业障深重 很多人听经听不明白 为什么业障深重 那为什么祖师大德都在不予以利的 在提倡呢 我们看下面 因为祖师大德 他们认为 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 确实是一切法门的根本 你看 连偶依大师 印光大师 连齿大师都这样讲 那我们今天学佛的人 念佛的人 还不听话吗 还拐要抹脚吗 如果一个人想要修行成就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但是你的孝心不能开闲的话 对眼前的父母不能尽孝 对生生世世的父母 谁是生生的父母 就是一切的众生 你不能生起如同对父母 一般的孝心的话 刚才讲过了 你的内心 那个菩提心 是没办法发出来的 如果菩提心 没办法发出来 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成佛的正因 那就无从建立 那你今天念佛 怎么念阿弥陀佛 你没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祖师大德告诉我们 你要孝道 不仅仅对你的父母 对一切众生 你能够用这种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来修学佛法 一万当中 一万的人都成就 那为什么祖师大德 重视这部经呢 就是要开发我们 内心的心地的美德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如果 眼这个道理 我们都不知道了 那你念佛 怎么念佛也不会成就的 这个是简单给大家来说明 把这个地藏菩萨的纲领 让你们明白 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力 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清净 问题关键在哪里 就是因为没有孝道 你那个孝敬的心没有 所以你的菩提心 没办法发出来 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 你念佛怎么念 你不会得清净 心不清净 你是不可能往生西方 极的世界的 这个道理 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什么学呢 学孝敬 孝敬谁呢 除了父母 孝敬一切众生 你那个心会不一样 那个心只有进 退得少 今天我们为什么 进得少退得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 这样讲 听懂吗 听得清楚吗 所以 菩提心 菩提心从哪里来的 从孝道来的 你没有孝道 你是没办法的 有人说师父啊 我今年已经75岁 我还要孝道什么呢 我都已经75了 土已经买到这个地方了 还叫什么孝道 那你不懂这个佛法的事实的 真实意 孝道不仅仅是对父母的 而受的 是对你自己 对一些众生 今天 比如说我要念佛 你问那些菩萨 要不要发言往生西方吉德世界 投一句话 我要 能记得了吗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到西方吉德世界 是享福的 不是去享福的 是学习的 将来成佛 要度化众生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那释迦牟尼佛 讲这一部经 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 什么时候讲的呢 大家有没有知道 什么时候讲的呢 什么时候讲的 我们看下面 最后给大家介绍 最后的 下面的 下面的那一章 地藏五少本音纪 是什么时候讲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 讲完法华经 法华经 讲完之后 佛就到立天去了 那今天又跟大家解释一下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突然间到 到立天去了 大家都知道 为某说法 为报父母恩 才讲地藏菩萨百元经 这个是起一的 起二的是什么呢 取二是刀立天的天主 刀立天的天主是谁 你们刚才不是读了谜头经吗 是谁呢 有没有人知道 刚才你们不是读了谜头经吗 刀立天的天主 就是四体还原嘛 我们中国人称为他是什么 一皇大帝 刀立天的天主 四体还原就是一皇大帝 下到人间来见释迦牟尼佛 然后跟释迦牟尼佛说 他说佛头 你所讲的法 该度的众生 已经该度的度 已经度了很多了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成佛 都会到道立天讲经说法 今天您老人家已经成佛 也不例外 所以我用我的千诚心 来请佛头到道立天 来讲经说法 所以从这个地方 给我们表法什么呢 所以我常常给大家提过一件事 你们要懂得请法师讲经 那个功德很大 就算那个法师讲了一句 阿弥陀佛 你那个功德太大了 你看那个道立天的天主 没想到 请释迦牟尼佛到道立天 没想到 一请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一尊佛都不落掉 你想一想 供养一尊佛 那个福报有多大 而且来的是十方一量 五量一切诸佛 你想一想 那个福报太大了 那你们 我常常跟大家讲过 记得以后 如果学乎法师到这个博司 请到这个家里吃饭 要记得 恭请师父 讲几句佛法 要记得 这个厚脸皮 没办法 但真的 我跟你讲 要记得 无论你请哪个法师到家里 饭吃完了 一定要请法师讲几句佛法 就算他讲了一句两句 没关系 你那个福报修得太大了 为什么呢 普行菩萨讲的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大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到母亲去说地藏菩萨本愿经 摩耶夫人 七天之后就往生了到道立天主 摩耶夫人是谁啊 摩耶夫人有一个愿望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摩耶夫人 他一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他的愿望只有一个 就是要做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之母 一切诸佛要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 摩耶夫人就是做他的母亲 今天释迦摩尼佛也不例外 将来米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成佛也不例外 说明什么 摩耶夫人不是一般人 那是诸佛菩萨的事情的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讲了多久呢 三个月 讲完之后 释迦摩尼佛下到人间 到那个世间大概多久 十四号农历五早上 早晨 那当天释迦摩尼佛就讲大半涅槃经 涅槃经讲了一天 佛宣布入涅槃 那一天刚好十五 所以释迦摩尼佛讲经地藏菩萨的什么时候呢 就是讲这一个 让大家明白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 地藏菩萨本愿经什么时候讲的 你们不懂得回答 你们说 协物法师都没有为我们讲 今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如果有一天人家问你 你要怎么回答 我要把我们的博士尽忠协会丢脸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那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经体 怎么由来的呢 谁来为这个布经来取这个名字的呢 取这个经体的呢 下个星期再来给大家说明 今天呢 简单了 来给大家介绍 这个整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纲领 让你们有一个概念 我为什么要学这一布经 而这一布经非学不可 什么样的原因 刚才我已经一一为大家说明了 也为大家简单的介绍 这一布经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的 佛为什么要到道理天 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那下个星期啊 希望大家我们再聚会一起 再来学习这一布经 因为下个星期开始要介绍 这一布经的经体 这个经体什么由来的 今天呢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点 我们下个星期见 不要缺陷了 刚才已经讲过 你要成佛 那你要从头到尾 要好好听 你就明白了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